最残酷又致命的单选题 两个兄弟必须选一个活命 到底该选谁 该影片主要讲述的是 天歌、阿伟和阿秋三人是嫉妒警察 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兄弟情义几乎坚固可虽 但在一次扫毒行动失败后 天歌被毒贩大消八面佛 逼迫做一道致命的选择题 阿秋和阿伟两人只能选一人活命 天歌留阿秋、其阿伟 这次兄弟情破灭 五年后在一次嫉妒行动中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幕后掌控着一切 竟然是阿伟 阿伟没死 此刻的阿伟完全变了 不仅为八面佛卖命 又宠了他的上门女婿 这天就像五年前一样 阿伟让阿秋选择妻子或女儿 其中一个活命 阿秋说我不选 这时天歌过来说 要以两命抵两命 但阿伟冷笑一声 只勾勾地盯着天歌说 我都不能生 你也被你能生 天歌斥责阿伟 即使心里有各种怨气 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面对几近疯狂的阿伟 天歌不得不揭开 他记忆深处的伤疤 往往做选择题的那个人 是最难受的 当时天歌为了换兄弟的火命机会 不得不用一把没子弹的枪 劫持八面佛的女儿 但是无论怎么选择 他终究都会活在愧疚之中 阿伟痛恨当时为什么不选他 他过的这五年 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看着现在的阿伟 阿秋回忆说起 他曾经痛苦的卧底生活 每天的日子如绿薄冰战战兢兢 连老婆生孩子都不能陪在身边 原来以为只要打电话跟八面佛说 有内鬼交易就会取消 没想到既没取消交易 又害了兄弟 之后的每一天 他都非常内疚和自责 既没脸面对妻女 又对不起兄弟 突然只听到扑通一声跪在阿伟面前 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请求阿伟的原谅 此时的阿伟已经听到了他想听到的话 于是扶起阿秋塞给二人两把枪 共同来解决眼前的这帮敌人 其实阿伟混入八面佛为首的贩毒集团 与他女儿交好 并不是真心实意 他指使段坤杀八面佛的儿子 目的是为了把八面佛引诱到香港 最后将他彻底瓦解 当天晚上 八面佛来到香港给儿子做法事 阿伟瞅准机会直身前往 阿秋和天哥怎会让阿伟一人冒险 也偷偷混进来一起战斗 所谓兄弟童心 起立断经 八面佛为是阿伟 要求阿伟自证清白 必须断手 然后才能见他 阿伟只能照做 最后成功见到八面佛 但八面佛一直被深说话 阿伟抓到时机果断开枪 天哥和阿秋也杀了进来 却没想到躺在面前的只是一个替身 三人发现中计 于是相互搀扶来到了酒店餐厅 回忆起年少时的糗事 一边吹着口哨准备战斗 也准备面对死亡 此时敌人从四处涌来 三兄弟奋力开枪射击 但对方的人手实在太多 分分钟都会领和饭 八面佛的女儿为了救阿伟 不顾一切地冲了进来 结果一不小心被误伤 最后死在了阿伟面前 这一刻八面佛彻底疯了 为了给女儿报仇 拿起机关枪一顿乱扫 关键时刻 天哥站直了身 挡在了阿秋面前 用身体挡住了八面佛的扫射 给阿秋创造了机会 八面佛总算领了盒饭 但天哥和阿伟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阿秋看着他们 回忆着往事 声泪俱下 撤好